回到本港 長州太平清照搶包山比賽午夜舉行 男子組冠軍由郭嘉明奪得 七度成為包山王 而女子組由郭嘉欣成為四年霸 陳浩軒報導 3 2 1 有請 羅聲一響 九男三女選手目標一致 就是包山頂最高分的九分平安包 最快上去 沒錯 已經上到九分區 六屆冠軍的六號郭嘉明一馬當先攻頂 盡力留守搶盡九分包 上屆的男子組冠軍十二號的葉建民 亦都很快登頂 同其他選手叮噹碼頭 大家左一手右一手代代平安 女子組爭取四連霸的八號王家欣 當然是頂頭大熱 九百個九分包很快就被搶奪一胸 張翠玲哥的九分包應該我自己說的 要轉向中間的三分包埋手 緊張 盡力點 慢慢下來 賺取時間 比賽限時三分鐘 選手需要在時間結束之前翻地面 如果不是拿到多少包都是假 2 1 好 夠重 5個選手因為趕不及而被取消資格 結果男子組由郭嘉明以九百二十七分重奪失落的冠軍 七到成為包山王 他形容贏得有點驚險 勝在有經驗搭舊 吸收過之前經驗 我都會一拿完九分的時候 都盡量在三分的底部 拿多一點點 接著就下來了 最後都剩下十秒左右 其實比較穩 上屆冠軍消防員葉建文 就以四十八分屈居亞軍 貴軍是何善輝 他同時搶到最多個平安包 至於女子組 王嘉欣以六百零三分成為四連霸 他說能夠突破去年的得分 全靠對手幫手 多謝另外一個對手 給一個禮讓 其實有時候很講隔壁兩個男生 會不會斯文一點 如果今年斯文一點 我便可以拿多一點包 大會將包山上面部份仿真包 下個禮拜會派發給市民 今年的天氣比較滿熱一點 大會向每一名入場的觀眾 都派了一把平安線 除了可以燒燒暑降溫 亦亦亦亦予平平安安拿回好耳頭 NOW TV 記者一陣好聊天